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律师孙冲平先生一块就国际与美国国内的一些事件进行点评 首先我们请孙律师就最近发生在国际和国内的事 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好 谢谢啊 谢谢林旭老兄 我们又是二十多年 咱们能来一个主持一个节目 今天我们可能要讲大约从美国 从国内吧 从G20峰会 然后讲讲美国国内最重要的一个 开始的总统大选 咱们可以一个一个来 对吧 这个G20其实大家讲的都比较多了 可能是大家忘了一个事 G20峰会以后呢 一个好的消息就是说呢 目前美国决定停止增加中国三千亿美元的进口的关税 中国决定呢 大量购入美国的农产品 我觉得这两个很重要 另外美国同一部分呢 捷径华为的一些产品 就是美国公司可以向华为供货了 对 然后呢 暂时休战 大家接着谈 我个人认为是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我们知道大家一定能回顾当年的长桌的时候 这边做的是美国代表团 这边做的是中国代表团 习主席用了一个比喻 就是四十年前 乒乓外交 我们这一代人还知道 当然这个在大阪嘛 那时候美国决定球那个运动员打的球很单调 中国打的还是不错 就是小球推动大球 这个以这个比喻 当然我这里有一个人 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伊万卡的住的最旁边 伊万卡这个在这个长桌的时候呢 坐在最那边 就是我们大家知道伊万卡等于是川普的总统女儿 是他这个掌上明珠 是 实际也是他的核心智囊 对吧 你看川普总统周围都是一些鹰派的人 只是据说真正有点头脑的决策人物呢 是Kusner 他的女婿和他的女儿 据说百分之七十的主意 是由他的这个女婿Kusner出的 对 所以说在以后的这个解密的文件中呢 我们会知道 美国的这个目前有鹰派和温和派 温和派据说主导温和派给川普总统 最后下了决心的是谁呢 就是他的女儿和女婿 对 所以呢 因为我个人觉得他女儿和女婿还是属于 不是那么强势吧 另外我们大家不要忘了一件事 川普总统的这个这个外孙女儿哈 说起有个很漂亮的中文 是 对 所以说这点上我倒觉得川普总统 总统周围的这些老要打仗的人呢 像这个蓬佩奥啊 还有这个 博尔顿 博尔顿 这个大胡子 对不对 还有在莱泽斯尼巴都是很难见的一套 他们都主要对中国更强硬 但我个人觉得呢 目前来讲呢 川普总统考虑自己竞选的利益 把这事停了一下 停了一下呢 我们大家松了一口气 对吧 就像我刚刚也是做了两场电视节目 我说今天做电视节目 我就一个感觉松了一口气 嗯 嗯 往来到金正恩了 对对 能评价一下金正恩这件事吗 呃 G20峰会之后呢 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呢 要对南韩进行正式的访问 对 在这个期间呢 之前呢 他在推特上已经发了说 他要和这个 文在寅 呃 文在寅 你还记得文在寅的事吗 都记不住 都记不住了 现在呢 就是大家都进到 记到这个 特朗普和金正恩的事 对对对 啊 那么 呃 那么双方呢 在百门殿的非军事区呢 有一个见面 对 呃 这可以说是美国的现任总统 第一次 历史上所有的东统里边的现任总统 第一次 跨过了那个 军事分割线 当地时间6月30号16时左右 特朗普从百门殿韩放一侧 步行至军事分界线前 与迎面走来的金正恩握手寒暄 随后特朗普跨过分界线 在朝方一侧与金正恩再次握手 克林顿去过 卡特去过 克林顿 卡特啊 包括这 他们是去平壤 对对对 而且都是卸任之后 对对对对 非军事区呢 我们呃 知道啊 就像老布什啊 里根啊 都去过 对 然后呢 望远镜呢 调望对面 对吧 那么这次是跨过去了 哎 今天有个镜头啊 你看这什么叫 嘉天下 这点就看上以后 我觉得川普总统心里觉得应该很特 你过来吧 好像就他拉着川普总统 就到这来了 对对 这是我家 是是 可以进来坐坐 是 川普总统那一步走的一步一步一步 然后走回来回来 那个也是那么二十秒 三十秒 但那二三十秒那 那个给川普总征了不少光辉 他捧个脸对吧 对对 所以我觉得川普总统还是有 还是挺厉害 这家伙没有这个一个大的媒体支持 狂告推特 然后你也不用叫人看 大家都看他 所以说他真是 人家说这个 no exposure is bad exposure 就没有曝光是坏的曝光 任何曝光都是好的曝光 他是很会做这个 做这套东西的 对吧 对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事件 对 因为这个美韩 美国和朝鲜呢 一直对立这么多年 是 然后特朗普上台以后呢 确实呢 在美朝关系上呢 有所推进 对对对对 和这个金正恩呢 也数次见面 对对啊 这个能不能谈成 这是另外一码事 但是毕竟见面 包括这一次G20 那个习近平主席 这个和特朗普坐下来谈 让我想起了当年毛泽东说的一句话 对 就是尼克森到访 对 那个毛泽东说 哎 你来了 这就好事 能坐下来谈 那就更好 两国之间 对吧 大国之间 能坐下来谈 就很多事呢 可以谈 说得清楚 谈得明白 对 那么 所以我们 在当今世界 这个很多这个世界格局呢 有很大的变化 但是这个对立的情况 还很多 在这种情况下 能见面 握手 坐下来谈 人和人是不一样的 我和沈律师 要时间长的 要不见面 总觉得感情上 是就生分了一点 对吧 两人一见面 可能谈个五分钟 是吧 心里回去以后呢 就感觉到呢 很自重 所以呢 这个大国的领袖也一样 需要坐下来来谈 那么这一次呢 没坐下来 是站在那 但是呢 这个地点 最后坐了五十分钟 坐了五十分钟 这个地点是不一样 对吧 这个军事分界 现在过去 这是禁区啊 对 那么这一次呢 美国总统特朗普呢 咱们说呢 历史性的跨过了 这一步 对吧 从中国 从各方面的来表态来看 也对这件事 也是给予正面的评价的 是 呃 有两点哈 这个我 我 我是 发表和个人的看法 第一点呢 就是说 呃 川普总统跟所有 美国总统不一样 他都是一种个人关系 都是称兄道弟 对 这个事情在这个 美国在外交里 是一个比较忌讳的事 比较忌讳 跟谁都说 我是他的朋友啊 跟金星是好朋友 对不对 这个 跟习近平也是好朋友 跟普京也是好朋友 那这个事呢 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就是很多大国之间的关系呢 可能这个最高决策人 还是说话 还是很重要的 对 第二我们一定要给川普总统 一些这个表扬 因为什么呢 在他当时总统有后呢 起码这个韩国 这个北韩南韩的关系缓和了 而且呢 原子弹没有事了 对 导弹没有打了 对吧 对中国的边境威胁减少了 对南韩的挑衅也减少了 所以说呢 这个事情呢 我觉得第二是应该给予正面的评价 对 第三呢 对中国大陆 这个特别是我来自吉林省 吉林省当年的 这个整个是准备 就是怕一旦这个打起来以后 这个难民出来了 接受难民嘛 然后呢 长白山呢 冤在一栅 这个天池这个水干了 对吧 你去个天池 很漂亮一个地方 对面是北韩 所以说这一点呢 加起来 我觉得他还是做得很好的 主流媒体不给评价 我们这个主流媒体 可以正面评价 正面评价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大家实际上很关心 美国国内的大选问题 对 那么这一条呢 您这是专家 请您呢 把最近发生的一些事 和进展情况 给大家呢 做一个点评 好 看呢 就是说呢 川普总统是一当二十 不是一当十 目前来的共产党呢 据我所知 只是川普总统是唯一的候选人 起码是可能以后 因为共产党那个变了没有 美国这个大选呢 是这样的 两党制呢 首先有个出现 党内出现 党内要出一个 出来最后一个人 那目前呢 民主党是有二十个人 在周三周四的时候呢 进行两场辩论 十个一场 最有名的 我们大家知道 叫做华人 安德鲁亚 杨安泽 杨安泽 对吧 等会我在讲他的事 这个民主党这二十个候选人呢 有这么四类人 第一类是资深的参议员 比如说拜登 伊利博斯·瓦仁 就还有五六个参议员 还有我们加州 有个黑人的参议员 原来做过这个 司法部长叫 Kamala Harris 叫贺锦林 这是一国人 四分之一 还有四分之一呢 是众议员 就是稍微低一点的 差不多还有呢 州长和市长 有一位的市长 现在的市长 就是政府官员 还有一部分呢 就是杂七杂八的 像我们这个 有的是作家呀 有的是这个 这个像我们那个 有一个人 我们的杨先生是 是算 Entrepreneur 属于第四类 第四类 就这四类人呢 这个一般排的时候呢 美国也是 Senority 就是参议员排的中间 你看排的时候 就是镜头队的人 那就比较重要的 那目前镜头最后 最要比较重要 就是有这么四个人吧 拜登 Elizabeth Warren 还有那个白人老头 我总是忘了他的名字 还有个Harris 还有一个Booker 就是这几个人呢 他们发音比较多 但是最叫人 大跌破眼镜是 拜登那天表现不佳 被一个种族问题呢 给问住了 还有一个 我再评一下 就是我是觉得 美国大选呢 还是形象很重要 我们大家在洛杉尼 洛杉尼最有名的 就叫好莱坞 好莱坞有个名言 The image is everything 穿戴是最重要的 对吧 所以您看 您今天穿外套 我就没穿外套 那不是 因为你是资深的主持人 谁都认识 对吧 这个所以在这一点呢 就是我是觉得 在大选的时候 你是不是要 Look presidential 你看像不像总统样的 对不对 这个你要有帝王像 才能当帝王嘛 很关键 这个东方社会是 是这种所谓的 眷举啊 或者世袭 美国就是选举 叫是罗子是马 拿出来溜溜 对吧 那我看了这个 最犀利的人呢 是这个 我们 我们加州这个参议员 叫一个黑人女性 对吧 她 贺锦丽 贺锦丽 叫卡玛拉 卡拉斯 我就忘了 她的中文是什么 但我觉得她 这个黑人 这个族群呢 她说话声音呢 非常有力 短促有力 我觉得呢 这个白人这些人呢 有个特点 就说话是很文周周的 但是竞选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铿锵有力 因为真正人说 是什么决定一个人的 这种最后决定 是她的脑子呢 还是她的hard 是理智决定一个人的东西 还是感情决定一个东西 大家认为都是理智相拥 咱们最初的理智 就是不能做 君子不入险境 对吧 年轻的时候不这样 年轻的时候 他讲的对啊 我这个就应该这么做啊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一点呢 就是说 我是觉得 还是选的不占便宜 我看好两个人 一个是一个叫 很难的一个词 是印第安纳的一个小市 叫South Bank的一个市长 真是个同性恋 这个共和党呢 这个我就看 我不是看哪个人更小 谁能逼川普 谁能把川普打败 但这个市长是讲的很不错 他从市长的治理的理念啊 一条一条 就是第一有两个弱点 我觉得第一个比较矮 这个做总统吧 你个人还是要高一点 奥巴马如果说矮到那么几公分 肯定没有这些总统的 对吧 你看这就是 这人长得好 身材魁梧 身材魁梧 说话声音洪亮 长得一表人才 这个人长得一表人才 就是矮 当时有一个人 去年竞选之后 就被川普骂了一顿 叫Robio 现在惨罚的一个人 鲁彪 那叫Robio 对 他说这个人有个问题 这个人穿那个鞋 带高跟的 你仔细看 那个跟是家常的 当年金正恩的父亲 金正日 也是家常的鞋 是 真的那边家的 他里边家常的 不是外边家的 所以这个 这个你就说 他意识到这个一个缺陷 我觉得第二 他是一个这个 同性恋 这是两个很不利的一个因素 如果这个人如果说 个再高一点 这个 如果把这个 这个因为很多人非常不喜欢 我是很 很很 很liber的 对吧 但是很多美国 很多主流是南部这些 圣经里边 这个很 就是南部这些 很很保守的这些人 可能不会喜欢的 对 贺锦丽也不错 但贺锦丽也是个黑人的一个女性 这个也会失掉很多白人的选票 在加州 加州大学 圣基加哥分校好像 反正就是我 大家看他现在 他的这个是做律师的出身 每一句话都是很到位 拜登犯了一个挺大的错误 太老了 最后有一个很好玩的例子 我们加州有一个众议员 他说我在六岁的时候 就来了一位长者 这个长者到我们的做演讲 36年前 他就说 we have to pass the torch the next generation 我们应该把火炬传给下一代 我们这个 这个传给说话就是这个拜登 说36年前 你说要把火炬传给我们 现在你还举着呢 没有 他就拜登一下子愣了 哎呀 说 I'm still the carried the torch 很伤人的 因为什么呢 加上拜登的 这个川普总统说 这个sleeping Biden 你看就眼睛小嘛 老要睡觉 老瞪没眼睛 但是拜登的这个反应太慢了 我就觉得拜登就是已经 不像川普 川普总统有一个特点 他是个商人出身 很活络 拜登一直在体制内 所以做事归归居居 他其中有一个也失分 我看 他辩论辩论 对不起 我的时间到了 这个没有啊 大家都要抢着说 对不对 这是主持人的事 是我的事 对 我是主持人 所以说 明天讲的蛮好看的 那个辩论 我最后提一下 是杨先生 杨艳泽 杨艳泽呢 我觉得表现不错 他应该打个领带 那么为什么把他麦克风给关了 这个我不知道 他问了两个问题 问的还都不错 第一呢 他说你要如果怎么拿出一千块 他就这样 一人给一千块钱 对对对 这是一个 第二 我觉得他有一个人 我其实呢 这次看边论 我对他评价还是不错 就是你没有准备一下 你怎么 问一个很难的问题 他说中国现在是 美国的最大的敌人 你怎么看 有这么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 但是很短 他来了一句 他说 苏联是美国最大的敌人 中国不是美国最大的敌人 我要smart answer 为什么他是华裔 你说他要说 中国是美国最大的敌人 大陆13亿人不喜欢他 对不对 美国的五百万华裔也有 也不喜欢他 他说这个美国 中国这个不是美国最大的敌人 白人不喜欢他 白人不喜欢他 当然不是 这个俄国是美国最大的敌人 我就觉得这一点吧 我当时也是会捏了一把汗 对吧 他的肯定是下一轮就没了嘛 对对对 下一轮估计还有十个人 完了五个人 反正这个民主党 目前是这么一个情况 我个人觉得呢 如果最后一个结论 现在这个谁是民主党 这次最大的赢家 川普总统是民主党最大的赢家 是 因为民主党 这个杀民主党候选人 各个见血 像这个拜登 一定就把他 我就发现那个 在这个初选的时候 大家都认为我是最强的 对对 把你对方最狠的东西 致命伤全要捅到 这是我的感觉 我是其实民主党 这么下去的太危险 对 不用选那么好 川普总统就赢了 好 我们今天呢 我们的点评就到这里 那么下个礼拜呢 我们再次相见 那么我们对未来呢 还是要做一些预测 下个礼拜呢 我们除了请我们申律师 继续做一些这些 这方面的点评 我们还会预测一下 美国是不是要对伊朗动手 好吧 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 我觉得呢 动手的可能性非常小 为什么呢 因为已经有过一次 要动手没有动手 但是美国有没有特别想动手 有 就是坐在川普总统旁边 一个蓬佩奥 一个就是那个 还有一个美国 有个大家实际叫 看不见的手 美国最大的这个利益集团 的这个军火商们 对吧 这个大家很通不说 那你说炮弹一响 黄金万两 谁的黄金万两呢 是导弹那个制造商的 一个亿美元啊 对吧 你打光了以后 赶紧再接了帐 所以说我是觉得 美国这么下几后 非常不好 另外呢 川普总统是商人 商人会算 当年我们知道 美国总统 在打伊拉克是不实 那个时候打得很过瘾 美国赤子就是那种上去的 克林顿在的时候 是赤子是平的 谁不见谁 对吧 克林顿总统 那个不是打完仗以后 你不用看别的 你看看最后打完仗以后 美国扔在伊拉克的 那所有的装甲车有多少 沙布里全是 那都是白花花的银子 对吧 所以这是一个 我觉得打的有可能 那有没有小可能 就打一下就走 有可能 就是不可能 大规模的 我觉得不可能 教训一下 另外私下将 我就打到这 你也别动手 我也不在 我进了 这个底下还有内幕 咱们不知道 咱们就是老百姓 只是看看表面 跟你我们来分析 我觉得打 大打的可能性 不会的 好 我们等待下个礼拜 再予以点评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观众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